快看,我发现了棉花娃娃衣服 还有上身效果图呢 吵架好贴心 嗨,好了 这两天我就一直担心娃娃光头感冒 这一套蓝色的小女服装也好看耶 不过,有没有再好点的了 我天,这一袋有个粉色的小猫衣 看起来很暖和 还有个小兔的耳朵呢 也不知道我的娃娃穿上会是什么样子 走,先站上去 拿着衣服到家了 艾妈,看我给你买的新衣服 哇塞哇塞,快让我看看 那你先坐在这儿 让我们拿出来看看 满满的一小袋 这个小兔子头巾还是棉的呢 这样头也不会拢了 竟然还有个小胡萝卜装饰呢 头巾也是有弹性的 戴起来就不会勒头发了 这件小毛一开始还有内阵呢 做工也太仔细了吧 还加了字像 好可爱 这个小短裤还是个小泡泡裤呢 还有个真真小背包呢 以后零钱就有地方放了 一件蓝色的小鸽子内袋 萌萌,你买的小衣服加上它 那就让我帮你换上看看吧 毕竟我们是女孩子 先把裤裤穿上 这样就行了 小内袋可以从后面打开 穿起来很方便嘛 套上我们的小外套 手手拿出来 美美美她要帮我继一个漂亮的蝴蝶结 来,背上小包包 把头巾带好 这样后面的头发就不会掉下来了 美美,我变成漂亮的女孩子了吗 其实不错 就是这小脸蛋上 它上点东西 要好看 咱就更好看一些 先涂个眼泳 这边也来一点 涂个下质 加点沙粉吧 最后打个小彩虹 完成了 视频比刚才有精神多了 那屏幕前的小姐妹 你觉得我好看吗